好來開始今天的主題我看現在線上10萬人沒 444天哪這個數字真不吉利啊當我沒看到 怎麼一看就這個數字 來開始啊開始正式開始今天的主題啊 今天我這個主題 熱騰騰火燙燙其實沒有熱啦就是上個週末吧 大概三四天前的事啊 中中日啊不是中日 美日聯合聲明 美國總統拜登跟日本首相菅義偉他們發表這個聯合聲明啊 好所以我今天就用這個聯合聲明來 當主題來跟大家討論這個議題OK好 大概前一個禮拜吧前一個禮拜 我有一期節目嘛 我就講到 中美在對議 中美兩個大國就好像兩個高手在在對議就下棋啊 兩個大國以全世界為棋盤然後再下棋 那對對美國來講對美國來講 這個棋盤上面 他以世界為棋盤他的棋盤上面有三個最重要的地方 一個是歐洲 另外一個是中東 那第三個 就是所謂的亞太地區 那亞太地區就是第一島鏈第二島鏈乃至於第三島鏈的 一般都聽到這幾 這個亞太的這個區域啊 那美國他現在更把這個區域擴大到 印度洋 那就是現在所謂的印太區域 所以基本上對美國來講 最重要 棋盤上最重要的三個地方 歐洲中東還有印太地區啊 因為如此 你可以理解 就是為什麼 當中國 跟歐洲啊 簽訂了所謂的中歐投資協定 然後當中國跟伊朗 簽訂了這個中一 全面合作協議 也有人說中一戰略夥伴協議反正就是25年的中一 中國跟伊朗的全面合作協議 這兩個協議看在美國的眼裡 是這麼的刺眼 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 啊 這麼的刺眼 因為 你中國 竟然敢在我的地盤上面插旗 啊 你要知道 這些地區啊 我才是扛霸子 我才是畫世人啊 我才是扛霸子 銅鑼灣 扛霸子是我陳浩南 銅鑼灣只能有一個浩南 是我陳浩南 不是你師徒浩南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古貨宅那個電影 正義劍演的啊 20年了吧 OK 就 透露我的年紀了 Anyway 所以如果你要理解 美國 你可以用這種黑社會老大的心情去去理解他 那 現在 這個老大 美國老大 他又開始下棋了 美國現在把他的棋 下在他的這個 戰略棋盤上面 第三個重要的位置 就是所謂的印太地區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拜登 跟日本的首相 菅義偉呢 在 日前 大概幾天前 就舉行了 雙邊的 領導人的 高峰會議 來我來帶大家來看一下新聞 先把自己給縮小 好來 大家在看一下新聞喔 美日聯合聲明 提及台灣喔 好所以我們 中華民國的總統 總統府就有的發言就說 這個是有助於 印太區域和平穩定啊 蔡英文認為這個是有助於印太區域和平穩定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總統拜登與日本首相菅義偉 於華府舉行 領袖會談喔 這個大概是 三四天前 17號的事 那並且發表聯合聲明 那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府發言人呢 張敦涵 OK他名字不重要 表示 這個聯合聲明 是 即3月 美日安全 諮商會議以後 美日雙方再次強調 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台海的和平穩定 已經從兩岸關係的 範疇 提升到 印太區域了 提升到印太區域了 就蔡英文總統多次強調 台灣一貫的立場是 遇到壓力不屈服 得到支持 不冒盡 台灣會堅定捍衛我們的民主 守護共享的普世價值 與美國跟日本等 理念相近的國家 持續深化合作的夥伴關係 共同為 維護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繁榮發展 貢獻最大的努力 所以就是 在 蔡英文 跟我們的那個總統府的發言表示 這個美日之間的聯合聲明基本上是對印太地區的和平是有 注意的啊 好來等一下我現在要 導入一個圖片忘記導入給你們 來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美日 美日聯合聲明的英文版 他英文版他到底講什麼 他原文是怎麼講的 他講 這邊啊 畫紅線的地方啊 我看一下 他講 We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the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encourag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 strait issues 他的翻譯是 我們 underscore是 就是底 畫底線了就是強調的意思 我們強調 那個 和平跟穩定在台灣海峽和平跟穩定的重要性 而且我們鼓勵 we encourag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就是和平的解決方案 台灣海峽之間 兩岸之間的和平解決方案啊 所以他的原文是這樣 原文並不是只是提到台灣啊 他提到的是台灣海峽 他提到的是台灣海峽 但是基本上 這是從啊 1969年 尼克森 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 恩 跟日本的首相啊 佐藤榮作 發表 共同聲明以來啊 從1969年到今天時隔50 51年啊 日本他再度提及 台灣海峽 對日本的戰略意義啊 所以其實這個對日本 也是很 蠻重要的一個 一個突破了就是他 跨了這個51年他沒有踩過的 紅線 但是根據我們蔡英文總統的說法 其實這個美日聯合聲明 是有助於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的 也就是說 這他叫我們台灣的民眾要安心 有美國跟日本罩子罩子我們安啦OK好 好 那既然我們 今天要講我們今天講到這個美日聯合聲明啊 我就要帶大家來 知道一下 我們要科普一下什麼是美日安保 什麼是美日安保OK來 我把這個聊天室先關掉 美日安保條約啊 是有美國與日本在1960 60年的1月19號在華盛頓簽訂的這個安全互助條約 此條約宣示 兩國將會共同維持 與發展武力 以聯合抵禦武裝攻擊啊 OK來往下看 此條約的雙方啊 共同承擔維持和發展抵抗軍事攻擊能力的義務 若是在日本管制的領土上受到軍事攻擊的雙方 將互相協助這是一個軍事互助條約 如果美國在日本領土外遭受到攻擊 日本為了防衛美國 將不受到日本 國憲法上任何禁止境外軍事行動的限制 這點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 日本在麥克阿瑟的主導之下 他現在 的憲法是一部和平憲法 就是他不能 他的憲法就自衛了他的軍隊叫自衛隊 但是這個美日安保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 他是凌駕在日本憲法之上的 所以就是 若美國在日本領土外遭受到攻擊 日本為了防衛美國將不受到日本 憲法上 任何禁止境外軍事行動的限制 也就是說 美日安保的範圍 包括 日本境內 以及 美國的境內 就是日本跟美國他們任何兩邊共同的 主權地區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是最近的新聞 好 尖閣諸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 尖閣諸島就是我們的所謂的釣魚台 那中國大陸稱作釣魚島 在2014年的4月25號當時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日本 並與日本首相安倍 舉行首腦會議 美日兩國在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 有沒有跟這次很像 美日兩國在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 聲明 指出啊 尖閣諸島就是釣魚台 適用於 美國施政政權下的區域 那這個 這個在2018年的當時的美國總統川普跟安倍晉三的會談之後 川普他確認 尖閣諸島也就是釣魚台 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 拜登總統當選以後 他重申了這一項政策 啊 來我來把聊天室打開 所以 也就是說 美日 他這一次的美 當 當年的美日聯合聲明之後 他們就把釣魚台 放進了美日安保 就是真正的軍事 他們軍事同盟的守護範圍裡面 合作範圍裡面 所以也就代表這一次的美日聯合聲明 他指出了台灣海峽 所以也就是說 台灣 跟 或者是台灣海峽啦 未來也極有可能 納入在美日安保的範圍裡面 這個叫做 有潛力可循嘛 OK 那這一次的美日聯合聲明 代表的什麼意義 對美國還有對日本 首先 對日本來說啦 代表什麼意義呢 第一個意義啊 對日本來說 就是 哪怕日本是千百個不願意啊 但是事實證明 日本就是美國的打手 那 這一次的這個 美日聯合聲明啊 日本其實表現的是非常的扭捏 非常的勉強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啦 日本他是被美國綁架了 但是 結果就是 日本你就是成功的被 美國綁架嗎 你就是不管你願 你有多不願意 那只要美國他 他 要 你就是會成為美國的打手 這是第一個意義 第二個意義就是對日本來講啊 他的福島核廢水 他排放福島核廢水 跟全世界講 美國罩著我 我排放福島核廢水 美國罩著我 那你們其他國家如果 要再跟我 雞雞歪歪的 我會不會被黃標啊 應該還好 那 你們如果跟我雞歪 你們就是跟美國在雞歪 所以你們別雞歪了 自己好自為之 美國罩著我 OK 這是 兩個意義 那對美國 來說 這個 這個美日共同聲明代表什麼意義呢 第一個意義就是 美國 他之前 我有提到美國之前對台海的這個 採取的是一個所謂的戰 戰略模糊的一個策略啊 那在這個聯合聲明以後 基本上我們可以確定 美國對台海的策略 會逐漸的轉向 戰略清晰 那這個戰略模糊跟戰略清晰是之前美國他們的智庫一直在討論的 到底美國要要對台海 是不是要轉向 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 那現在可以 可以看到他們漸漸的 從戰略模糊轉變為 戰略清晰 那我講過啊 當 美國 把台海 從戰略模糊轉到戰略清晰 就代表美國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 光光靠這個模糊的 模棱兩可的 威嚇 下的 然後就震懾住中國 你下不了中國了 現在 那這就代表 美中之間的實力 已經差距 實力差距 已經拉近了 OK 那另外啊 當 美國 把 他的戰略模糊 變成戰略清晰 這就代表著 可能的戰爭 也變得清晰 所以 美國他內部應該是評估 台海戰爭的可能性 也是增加的 這是一個意義 另外 美中的這個 美日 美日的這個聯合聲明啊 也代表著 美國跟日本 在對中國 秀肌肉了啊 美國啦 美國他在對中國秀肌肉 他在提醒中國 雖然台灣 離我美國很遠很遠 但是 日本 還有 沖繩啊 離台灣很近 OK 台灣離沖繩很近 我分分鐘就可以到台灣了 來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美國在日本的這個美軍基地的位置圖啊 好 這個是美國 駐日本 的美軍基地的位置圖啊 那其中大家可以看到在 沖繩的這個位置啊 有兩個美軍 空軍基地啊 一個叫做加首納 飛行空軍基地啊 一個叫做普天間空軍基地 那的確 從這兩 這兩個這個 美軍基地到台灣 真的只是分分鐘的事情啊 分分鐘的事情所以 美國他也是在 提醒 他也是在提醒中國 就是 台灣 就在我眼前 台灣就在我眼前 你注意一點 OK 好 我 最後我想要再呼應一下 我一開始引用的那個 蔡總統的說法的那個新聞 蔡英文總統他的理解 至少他跟外部的解釋是說 美日 聯合聲明 就代表著 印太地區也代表台海地區的和平穩定 和平穩定 是更 進一步的鞏固啊 那我現在我就是要 請問一下 那些支持蔡英文總統的朋友們 請問你們幾個問題 尤其是我想要請問 這些年輕的朋友們 因為你們要當兵嗎 首先我請問你們 美日 現在 一起 兩邊對中國 我秀肌肉 那 這個 你們思考一下 這個代表著 台海 是變得更安全了 還是變得更危險了 那我再問第二個問題 當 中國 面對 美國跟日本的這個威 威懾 請問 中國是會選擇退縮 還是他會選擇 先桌 先桌子 啊 那 請問中國會怎麼選擇 那如果現在中國暫時退縮了 會不會總有先桌子的一天呢 啊 那 那最後我再請問啊 如果美國跟中國之間的衝突 終於爆發 那請問 戰場 是會在美國 會在日本 會在中國 還是會在台灣 OK 所以想請問這些年輕的朋友們 你們要想清楚台灣現在的處境 想清楚我們可能面對的未來 然後再投下你神聖的意義 好嗎 OK 因為你們要當兵啊 了解 好 來 這就是我跟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的這個 最近美日聯合共同聲明啊 好 等一下 開放Discord call in 等一下開放Discord call in 好 接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